近日国际著名魔术师Yves亮相北京首都机场装扮韩饭 而又具有华美男气质的他大受少女粉丝的追捧 或痴心粉丝在机场等候街机送上鲜花式爱 Yves也十分亲民露出迷人微笑 Yves由2012年底推出Yves魔幻纪录片 视频播出后创造全球网络点击率5000万余次 2013年初荣获中国网络视频综艺节目播放量前10名 拍纪录片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考虑怎样 能让每一份感动同时穿越镜头 让通过荧幕看作品的观众 能体验到现场的梦幻气息 也就是在设计自己的每一个作品时 不停地让自己脱离表演者的角度 从第三者观众的角度去看自己 这个体验长什么样 北京出身法国巴黎长大的Yves 不但拥有俊美外貌与神秘气质 她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 都带着贵族般的优雅 她出神入化的魔术表演 令观看着无比惊叹奇迹 一面隔空开一拉罐 空手变法国面包的招牌魔术 对让观众目瞪口呆 魔术师刘谦曾因上春晚而名声大噪 Yves精湛的魔术手法和倡议 加上笔超刘谦的年轻帅气的外形 相信其将会成为更耀眼的魔界明星 你好 我是义父 我本魔术好力狂 好力狂 我爱皮鸡是几名 我爱皮鸡是几名 听不懂 我爱皮鸡是几名 巡一下 今天我会不出手 我爱皮鸡是ні喊事 在哪里 你没有人知道 我爱皮鸡是兹 我爱皮鸡是赌访的 你这个念头 是